這位代表會見了我們曾經事務局的國長 劉宇昌國長的 我們向劉宇昌國長反映我們的業界 對於政根會新的指引條例是感到不滿意的 我們也都向國長講出 我們在這個這麼困難的時候 我們經營受到很多條例的行制 我們以往行使的資源財政條例 其實已經很好的 已經有一個風險的控制了 但是現在加了最新的指引 對我們業界的運作有很大的影響 而且在這個環境未明朗之下 成績萎縮的之下 我們在勇金和勇金的競爭之下 我們如果再縮掉了那個政見局 那個義務代價的這個義務 對我們就有很大的影響 國長也都很理解 也都表示認同同意我們經營困難 他也都答應過 向有關方面去反應 但是他都希望我們各個會 或者是我們幾個會 將我們所需要的訴求 或者是我們的困難 就是寫得清清楚楚 就是一封信給他 給他明白整件事 然後呢 會去向政經會那邊去協調 希望他能夠幫助我們 我們希望在未來這個新的條例實施 可以延遲六個月 這六個月作為一個觀察期 六個月之後再討論這個條例 是不是適用於我們政見界 在那個巴哲融資那方面的監管 明天就已經實施了嗎 其實現在這樣做了 有沒有用呢 就是明天 就是明天已經實施了 那證監會也都答應過我們 在這段期間 他們覺得如果有些公家建商 未能夠一時達到那個新指引的要求 他們會寬鬆此理 不會一刀切 而是會怎麼跟建商商量解決 現在未達標的這些問題 這一點呢 對於政監所承諾的東西呢 我們對這個 這個政監會寬鬆處理這一點呢 大家都有很多不同的看法 那因為以往呢 很多時候呢 這個條例過了之後呢 寬鬆處理的時候呢 他都認為呢 這個案子已經去到了第二個部門了 他就無能為了 所以寬鬆此理呢 就此呢 就是 所謂呢 就 輕輕拉過就算了 那現在我們 這個官司也都跟 財經事務局局長呢 講清楚 我們希望局長呢 能夠跟政監會 派遲呢 就是說 他的寬鬆此理一定要 做到十年了 不可以只是講一下了 你自己重新講 這個不是對你建政的意思嗎